世诗纪第六章 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米甸人的势力胜过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就为自己在山上挖血、挖洞、建营寨 每逢以色列人撒种以后 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欺压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纳地的出产 直到加萨一带 他们没有留下牛、羊和驴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点养生之物 因为他们带着牲畜和帐篷上来 像蝗虫那么多 他们来的人和骆驼无数 进入境内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在米甸人面前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他们就哀求耶和华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耶和华就差派一位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 领你们出了维奴之家 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人的手拯救出来 拯救你们脱离所有欺压你们的人的手 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 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 我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畏他们的神 但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的使者来到 坐在俄佛拉一棵属于亚比乙穴族人 约阿施的橡树下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鸭酒池里打麦子 为要躲避米甸人的抢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回答他说 唉 我的主 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会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向我们讲述的 耶和华的一切歧视在哪里呢 他们曾说 耶和华不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 现在他却抛弃了我们 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 耶和华转向基甸对他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 我不是拆派了你吗 基甸对他说 唉 我主啊 我凭着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 看哪 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 我在我的副家是最年轻的 耶和华对他说 因为我必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像击打义人一样 基甸又对他说 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凭据 证实是你与我说话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回来 把我的礼物带来 摆在你面前 他回答 我必等你回来 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糕 和十公斤面粉做的无效饼 把肉放在篮子里 把汤盛在锅中 带到橡树之下 献上给他 神的使者对基甸说 把肉和无效饼拿出来 摆在这块盘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 伸出手中的杖 帐头一触着肉和无效饼 就有火从盘石中上来 把肉和无效饼都烧尽了 耶和华的使者 就从基甸的眼前消失了 基甸看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哀哉 我主耶和华啊 因为我面对面 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好了 不要怕 你必不会死 基甸就在那里 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称为耶和华沙龙 直到今日 这坛还在 雅比以泄族的俄弗拉 当夜 耶和华对基甸说 取你父亲的牛和另一头七岁大的牛来 拆毁你父亲的八粒祭坛 砍下坛旁的亚瑟拉 在这坚固的地方上面 你要整整齐齐 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祭坛 拿第二头牛做梵祭 用你砍下来的亚瑟拉做柴 基甸就从他的仆人中 选出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告诉他的行了 但因为害怕他的父家和城里的人 就不敢再日间行事 只好在晚上做了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 见八粒的祭坛已被拆毁 坛旁的亚瑟拉也被砍下来 并且看见那第二头牛 陷在新竹的祭坛上的时候 就彼此说 谁做了这事呢 他们追查寻访之后 就说 是约阿师的儿子基甸做的 城里的人对约阿师说 把你的儿子领出来 把他处死 因为他拆毁了八粒的祭坛 砍下了坛旁的亚瑟拉 约阿师对所有站着攻击他的人说 你们要为八粒辩护吗 或是你们要救他呢 谁为他辩护到早晨就必死亡 八粒若是神 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 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 因此 当日基甸被称为耶路八粒 意思说 他拆毁了八粒的祭坛 让八粒与他争辩吧 那时米甸人 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起来 过了河 在耶色列平原安营 耶和华的灵降在积淀身上 他就吹脚 雅比以泄族都应召来跟从他 他派使者到马拿西全地去 马拿西人也都应召来跟从他 他又派使者到雅舍、西布伦、拿弗塔里去 他们也都上来与他们会合 基甸对神说 如果你按着你所说的 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 看啊 我要把一团新茧的羊毛放在河场上 露水若是单单落在羊毛上 而全地都是干的 我就知道 你要照着你所说的 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了 第二天 基甸清早起来 情形果然是这样 他把羊毛一挤 就从羊毛中挤出一满盆的露水来 基甸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发怒 我要再说这一次 求你让我把羊毛再试一试 但愿单单羊毛是干的 而全地都有露水 那一夜 神也这样行了 单单羊毛是干的 全地都有露水